苹果造车 学华为 苹果造车这时而 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冒出一些传闻 最近又有了一些新消息 苹果公司打算升级当前的卡普类系统 新系统将能够接入空调系统 速度表 广播和座椅控制等功能的技术 据悉 这项计划在内部被称为Illand Heart 目前仍处于早期阶段 需与汽车制造商合作 摩根士丹利分析师Katy Hubbard 曾分析苹果在2019年 投入近190亿美元用于汽车研发 很明显 苹果涉足汽车 不会像华为那样只赋能 不造车 但造车初期已经有非常成熟车在娱乐系统卡普类的苹果 很有可能会与华为相似 与车企合作 在车机层面开始逐渐掌控汽车